大家好,我是乖秀才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青能源方向 那么青能源今天的反弹怎么看 该买还是该卖 那么像京城股份,雪人股份,凯隆股份,纷纷涨停 美景能源,福瑞特庄,微财东利,跟长 首先呢,核心的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么在昨天盘后的时间的话呢 咱们对于盘面讲到了 像下跌,空间有限,反弹在机 一方面呢,像青能源方向的话呢 它是几跌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性修复 或者是反抽的需要 那么对于青能源呢,昨天跟踪的几点呢 也是用具体个股具体分析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来看 好,那么对于青能源 我们先看指数的一个表达 对于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青能源板块指数的话呢 它是给出一个反包的阳线 反包阳线的话呢 那么重点来看,结合下午盘来讲呢 对于整个指数的态度来讲 观察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强底分 如果说今天的指数能够突破前天 1月4号的高点 最高呢,1385的位置 如果说能够突破这个位置 而且呢,收在什么五军之上 它实际上是可以理解为一个强底分 而且的半是方量的话 好,但是呢,从强底分呢 如果说一旦成形 那么它的一个跟踪视角呢 以这个底分的底作观察视角 强能不能走出一笔上 如果说呢,不强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高点应该是沉压 因为它对应的丁性呢 应该是属于高处不胜寒 而且的话呢 前面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趋势线的破位 或者是小平台的破位 那么今天呢,只是说 给出这样的一个强修复而已 那么当前的话呢,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突破1月4号的这样的一个盘中最高点 1385的位置 那么呢,下午中间去观察这个节点 能不能带那样的持育突破 突破的话呢 它还回归到远先的这样的增长平台当中来 这是说指数的一个技术表达 就是指数的技术表达来讲的话呢 即便突破了 那么它只是说在这个维持远先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区间运行而已 如果说呢 今天向上没有突破前天的高点 而且呢带有明显的上影线 春高座回落 那么它还是属于什么呢 在破位之后的反周 开始呢 酝酿新的下跌通道而已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个股的话呢 具体个股具体分析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对于 昨天咱们点评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咱们列出一下美景能源 美景能源这个位置呢 向上反弹 我们个人的一个视角是属于什么呢 打到作为趋势线的破位反周 破位反周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反周 如果说 因为前面咱们在这样的节点是提醒找卖点 而不是再去追了 尤其是顶分破五军 以及那前面在上涨过程当中 讲到什么呢 以逢高找卖点为主 而不能再去追 那么跌下来之后的话呢 像昨天给出一个反包的带亮阳线 那么今天呢 再往上冲的话呢 实际上无形当中已经呈现了一个底分 而且是偏强底分的一个范畴 偏强底分的一个范畴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大方向是属于作为趋势线破位反周 反周的话呢 重点观察的基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向上 它的量能能够 今天的量能 以及呢 接下来几天能不能能保持量价起升 那么呢 观察从最简单的分形笔的视角来讲 能不能走出向上的一笔上 但是从他当前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呢 这个位置对应了前面是一个鞋箱上的通道破位反周 如果靠近这样的一个趋势 通道的下沿的位置 那么是个沉压的基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个位置反强实际上 不作为破位反周反周过周的话呢 如果说量能以力度一旦 呃跟不上 那么反周去找卖点为主 这个态度不变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作为新的买点出现了 或者更稳妥的买点出现了 我们来看 这个是日线一次一笔下 但是内部的话呢 没有清晰的结构 那么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会更加清晰 五分钟视角的话呢 那么从十九块七毛七的位置以来 他走的是五分钟的一个线段下跌 中间的话只是给出了一个一分钟的中数而已 那么十四块 十五块四毛六的位置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下 然后的话呢 一分钟的趋势下跌 趋势被迟 趋势被迟的话呢 当前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上涨 五分钟的线段 五分钟的线段上涨过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给出五分钟的线段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列出五分钟的一个线段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用什么视角呢 可以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五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内部有被辞 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二来买点去观察 如果说呢 把十五块四毛六的位置作为一个方手位 就是手中有的前面 如果说前面没有及时的立场的 那么逢高是要找卖点的 这一点 这一点要清晰 所以说没有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给出一个比较强有力的 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的几点呢 你只能用短线的视角 去跟 但是呢 要把前面作为纠缩的一个条件来去应对 如果说呢 五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 五分钟线段上 对应了 低息和高抛 好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对应了 他内部下调整五分钟线段下 内部呢 没有真正被词节点 而是以一个什么方式呢 五分钟一笔下调整 然后呢 反弹一笔下 这一笔下呢 和前面相比 没有任何被词可言 那么呢 又不能着急去介入 而是防范的是 二次探底 或者说呢 防范的是 如果组建一个五分钟中速之后 五分钟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下 五分钟线段上 那么 再往下走一个向下离开段 他们之间有被词 这几个之间的强底分 上五军 那么他可能再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这是咱们前面对他的一个态度 就是呢 如果前面 没有及时的走掉了 那么这个节点的逢高 一旦是找卖点为主 以为所作为趋势线的颇位反抽 如果说呢 前面高抛掉了 那么这个位置 那么等待什么 最好等待一个 又没有五分钟 强有力的五分钟的二类买点 这个二类买点的话呢 其实是超短的视角 最好的话呢 是这位走一个营养交替 走一个五分钟的中速 再往下 给打一个离开段 然后内部有被词 日焰强体分商务军 公正 再找他的机会点 可能更稳妥一些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列出了像微财东力 那么像微财东力呢 咱们昨天对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同样 整个轻能源方向的话呢 虽然这样的一个调整 但是呢 他连续调整到一百四十年军印的位置呢 这个位置呢 反而要守一下一百四十年军印 一百四十年军印不破 那么连续调整 他是有护的支撑 而且的话呢 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这是一个可以坚守的一个节点 那么今天出现这样的反弹的话呢 力度并不起 而且是属于跟长 他并不是领长的 那么像这类个股再往上的话呢 对应了我们要知道 而前面 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不管是平台的上沿 这是明显的沉压的基点 当前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在这个训练之内 走震荡 走震荡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像是反弹量能没有跟上 反弹力度比较弱 反弹如果说前面 有不胜 有最高的 那么反弹过之后 是给你纠错的机会的 如果说呢 量价起升 量量价起升 起升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阳线的实体 是不断拉长的 那么观察会不会走出一个 30分钟输组练 走向的离开段 就是一定要看力度 力度弱 那么呢 不管说有没有到前高 有没有到你的成本价 都要及时的离场 力度如果强 你反而呢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期待 一定要观察力度 好 这是微材动力 下方的话呢 一旦140年均线 以及这个丹阳的 起升点作为防守位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像富瑞特庄 富瑞特庄的话呢 那么今天 昨天前天 已经可以构成一个底分 那么今天 今天昨天有个明显的下影线 那么重点观察 今天量能能不能跟上来 以及呢 今天最高9块7毛9 已经达到了 突破了前日的这样的高点 它已经可以算是 偏强底分的一个范畴 前例范畴的 只不过这样 这类个股的话呢 前面下跌 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续调整之后 靠近140年均线 也是出现的十字星 但是讲到的话呢 这个接连 它是有一定的抵抗 反抽的话呢 看力度一上方 在什么位置 在10块3附近 是有一个小的平台乘压 如果反弹的话呢 量能没有跟上反弹 力度比较吃力 那么是可以把它作为平台的 破位反抽 找卖点的 好 例如说呢 前面在10块3附近 已经呢 可以把它作为趋势线的破位 所以说这个位置反抽 如果说能够强有力的带量 把前面这个平台给突破料 那么它可以高看一线 如果不能的话呢 反弹过 就可以把它作为破位之后的 小平台破位之后的反抽 反抽的话呢 实际上是给你找 就做了一个条件的吗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再勾住一个冲高回落 这个位置呢 勾住第二个平台 再往下 他们之间有被持 这几个140拳不破 强底分伤五军 那么它又是新的一个机会点 新的观察点 如是而已 好 这是福瑞特庄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雪人股份 雪人股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咱们前面 对他的一个态度讲到什么呢 因为有本资讯讲到了 这类个股 所五军即可五军不破 可自有偏离五军可减持 那么不过呢 所中没有的 不管说他已经给出两年板了 也不能去追吧 那么所中有的 一旦呢 不能涨停了 那么对应的 就是减持的接连 如果说呢 五军守不住了 那么他就是卖点 这是雪人股份 那么像京城股份的话呢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前面的强势股的反暴 或者是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龙头光环的个股 调整下来之后呢 出现在那个反暴 反暴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就属于 没有的不用去追 有的话呢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 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抄底 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后面的观察不能两板就是卖点 没有 不需要太复杂 好 那么再往下面去看 那一条凯隆股份 那么凯隆股份 这一只个股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在一百四十年均线附近 而且呢 涨停板是一个小突破 是一个小平台突破 同样的个股 同样的板块 那么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后面可以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什么意思呢 向上前高 承压 不去追 如果说呢 有这样的一个回落 靠近涨停板 半分位 靠近这前面小的平台 使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短线的维度可以去跟 这就属于具体个股 具体分析 例如像后扑股份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那么昨天也是调整到下颜 明年的下颜线 一百四十年均线附近 就是呢 同样的个股 或者同样的一个剧情 如果说完全按照一定的方法 按照一定的技术视角来观察的话呢 出现 你也说 出现什么呢 出现颇位置计 你这位置呢 手起刀落的能够走掉 很好 如果说呢 已经那么已经连续调整下来过 之后 内部有结构 也有这样的背吃的节点 也靠近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节点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反而要等什么呢 等一个反弹的动作 反弹动作就力度强 高看一线 力度弱 那么呢 逢反弹 卖出 那么当前来看呢 它是属于 今天是属于跟长的 并不是领长的 而且的话呢 下方 140内均线以及前低是一个小的支撑节点 那么这个位置反弹的话呢 那么当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小的阴阳交替的节点上 那么只有说呢 把这个小平台突破 最好是把前面这一根阴线给覆盖掉 那么它才有机会走强 否则的话呢 那么靠近100 靠近13天均线 那么靠近前面这样的一个上方这样的小平台 它就是一个 承压 所以说呢 如果说力度没有 处于跟长了 那么反弹过中的反而是 找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卖点 好 这是后扑股份 也说呢 对于 7能源方向的话呢 那么前面的急速 急跌过之后 连续急跌过之后 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修复 但是修复具体个股呢 具体分析 那么整个板块来讲呢 该方向 应该是属于 好的赛道 好的方向 不是好的位置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修复呢 那具体个股具体分析 但整体来讲 依然不改变 它的 就是呢 一日的修复 或者是两一两日的修复 不改变 它整个板块 在相对高位的一个现状 第一说呢 反弹了 没有的 不要太冲动 具体个股具体分析 小如果说呢 有符合交易模型的小仓位 可以去试 有这样的一个纪律 如果说呢 手中有的被套的 那么基础 这样的一个反弹 实际上是给什么 给自己 纠错的 给自己 向松绑的 给仓位 松绑 给降仓位的 好 这是咱们对于 今天对于 轻能源的一个 态度 具体个股具体分析 好 以上呢 只作为基督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